姐妹們 兄弟們 聊天的時間到了 快速 好期待喔 趕快打開電視機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恰恰 歡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要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天氣越來越熱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 已經從開電風扇 再要開冷氣來吹了 不然有時候真的會熱到睡不著 因為有些人 熱不只會 睡不好 甚至會睡到 沒錯 台灣又悶又熱 皮膚吹久了冷氣又會乾 重點是六月 電費又要往上漲 我覺得真的會吃不消 那我說真的 睡不好不僅讓你身體 沒辦法好好的休息 白天也會影響你工作的精神 所以你知道嗎 睡覺的請聚的 這個選擇就非常重要了 但是大家知道嗎 衣服要換季之外 床包也是要換季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了 請聚達人彭哥 來跟我們分享喔 來 歡迎彭哥 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對 想到這個夏天 像剛剛聽兩位主持人在分享說 真的夏天到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什麼 冰光山開好了 不夠冷的時候怎麼辦 太冷氣了 對 剛剛靜雯講的一樣 冷氣也開了 電風扇也開了 為什麼半夜突然間會睡醒呢 對 為什麼 那可能就是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家的寢機 你當你睡在上面的時候 你沒有發現 不管你的洗澡 你的床墊 不管是五千塊的也好 一百萬的也好 到底透氣不透氣 涼爽不涼爽 是 像天氣漸漸炎熱了 你看我們都穿短袖的 很快 因為清保的薄紗的 對不對 這樣對我們的床包 也要把它換成什麼這樣 夏天的 一定要透氣 一定要涼爽 而且還要舒適感 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不會起狼爽 不會起毛球 是 照你這樣說起來 好像我剛剛說 我們冬天會穿大外套 夏天換這種的 是 那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夏天好像必須要比較透氣 對不對 沒錯 夏天的 我們任何的寢機來講 一定要透氣要涼爽 可是你的睡眠 如果不好的時候 可能是你的燈光 再來就是什麼 寢機 你的寢機不夠透氣 不夠涼爽的時候 而且有經過很多的專家 寫者都有在研究 尤其荷蘭的專家寫者 曾經講過 我們冷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深層的露眠 深層露眠這幾度 觀眾朋友知不知道 36.6度 還有這個 對 還有這個度 我怎麼不知道 對 鵬哥很認真在去研究 到底要怎麼睡 難怪是寢劇達人 那當然 所以建議我們在做夏天的 這個寢劇的更換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睡一個 能夠舒適 透氣 涼爽的寢劇 當你躺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前面有電風扇 冷氣在吹 會散熱 你腳這麼平衡的地方 你如果不夠透氣 不夠涼爽 有時候才幾個半夜會起床 對 一起床的時候 你看剛剛講的一樣 背部都流汗了 甚至有的老人家都會濕疹 汗斑 皮膚病的 尤其小朋友對不對 對 沒有錯 過敏體質的 有時候小朋友說過敏體質的 很輕鬆的 其實都是我們家寢劇出了問題 所以說到夏天的時候 一定要換上能夠怎麼講 比較透氣 比較涼爽的 不計精品的輕微 叫萊卡 是 已經講到萊卡 可是我知道 巧巧好像特別注重床單的 一些細節對不對 其實像我們女生 就很討厭臭臭的 我們很想想的 所以大概每過一段時間 我就會固定想要換床單 只是我覺得 在那三個月 大概第三個月的時候 我覺得床單還是多少 會睡起來不太舒服 我覺得很淺勉 到底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就像你說的 透氣要涼爽 可是市面上那麼多種類 我到底該怎麼挑選比較好 對啊 你冬天的話 基本上都是有撲棉的 撲棉的話 雖然是很舒服 可是它 那夏天的話 就是一定要讓我們的 腳架偏要背部的地方 因為我們人的五臟裂腑 都在背部的地方 對 你如果不夠透氣 不夠涼爽 就比較能夠悶熱 那因為甚至有的比較 電視機的大哥 大姐 爸爸媽媽媽會換一些天師的 對 我相信天師是很棒 價位也是很貴 對啊 天師很棒 可是今天萊卡的話 它不輸給天師 為什麼 它的伸展性非常的好 為什麼說它伸展性很好 因為伸展性好的話 不管你什麼寸窗的東西 它比較能夠拉扯 而且像剛剛我們講的 它不會起毛球 不會說起立這個問題 再來它有什麼 設計的結構 有C 加I 加S C就是好像有一個 骨頭一樣 當你躺在上面的時候 它會幫你支撐起來 I的話也是可以幫你支撐起來 S就是有透氣性 所以你睡在這個 萊卡上面的床包的時候 跟一般的床包絕對不一樣 來 觀眾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枕頭套而已 它的伸展性很好 這是枕頭套可以這樣拉 對 它可以這樣子拉 你看 這樣可以拉開 通常這種枕頭套 它是沒有彈性的 硬梆梆的感覺 所以你一般市面上 你家枕頭套沒有伸展性 真的 這個完全拉不動 沒有伸展性 這個壓下去 是真的有這樣QQ的感覺 的彈性 這個材質我是第一次聽到 一般來講萊卡 可能在房間來講可能 聽說靜雯你有在做儀家 是 是不是 對 你看難怪身材這麼不好 做儀家的 你看身材一定好 可是你穿的衣服一定要萊卡的 游泳的時候也是要萊卡的 原來泳裝的就是萊卡 是 沒有錯 所以說你看這個萊卡的好處 怎麼講 第一 它材質有個厚度 可以不胸 所以你家的枕頭 不管你是什麼尺寸的枕頭 你都把它裝上去 透氣性好 親膚性好 光滑面也非常的好 你沒有摸起來感覺上冰冰涼涼的 好涼爽的感覺 對 而且萊卡 它有一個很棒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吸收空氣中的冷 把你身上的熱氣給它排出去 所以當你睡在這個萊卡的 不管你是床包上面 枕頭上面的時候 你就有那個舒適感 透氣性 所以你家裡不管是什麼 排的枕頭 你把它裝上去 不管羽絨枕 記憶枕 乳膠枕 它可以這樣子可以伸縮起來 真的 再來一點就是說 剛剛我們講的是說 會不會起毛巾 對 這個最重要 如果說我們一般家裡的布料的話 不管你家裡是什麼 一般比如說纖維的 棉的 碼的 都有 可是基本上可能 你看 你會勾紗 萊卡有一個好處 你看 一樣的東西 你看 真的 沒什麼 真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上面 非常光滑 完全不會說因為像這種 你看就已經變形了 然後脫絲了 這個是完全很光滑在上面 是 所以說 所以說很多的專家 習者都講說 這個萊卡的好處 它的耐磨程度可以達到一百萬次 剛剛我們跟那些好朋友在聊天 夏天到的時候 寢寄大部分的話 比較有極癖的人 像我們這種美少女很在乎 真的 那妳多久洗一次妳的寢寄 我可以說嗎 可以嗎 三個月 會不會太久了一點 稍微久了一點對不對 可是洗久的時候 搞不好妳的那個良感度就不見了 是 那觀眾美少女要怎麼辦 洪哥 我真的要考考妳了 妳剛剛講的彈性有了 對 不起毛球有了 是 那妳剛剛一直很強調的透氣性 我到底怎樣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透氣呢 我現場帶了乾冰 展示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妳看 我現在把這個熱水倒進去之後 你看 然後再把這個萊卡的布 給它放上去 來 觀眾朋友 妳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我馬上就透出來耶 對 當妳睡在這個萊卡的床包 枕頭上面的感覺 妳有沒有好像睡在銀層 睡在銀端上面的感覺 棉花上面的感覺 對 妳看 真的 所以它的透氣性是非常的棒的 如果晚上妳常常要睡眠的 妳的寢寢 如果像喬喬這樣 三個月才洗不洗的 拜託一下 萊卡的話 它的好處隨時都可以洗 都沒有關係 永不減弱 永不減退 而且它也可以脫水 一樣可以打它 通通都沒有關係 所以清潔也是很方便 是 沒有錯 講得這麼厲害 對 我有點想躺看看 直接要躺了是不是 就是讓我躺一下 洪哥你有準備 可以嗎 沒有問題 我們現場可以 現場準備了這個床墊在這邊 對 來 來 感受一下這個 我覺得我想直接睡了 對 因為這個萊卡的床包 剛剛我們分享到一點就是說 它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涼感 對 然後它躺上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有一定的溫度 對 它可以把身上的溫度 把它排解掉 要排出去 那我現場準備一個溫度槍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體溫感 來 不好意思 來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幫你打個溫度 沒問題 來 這個一鏡到底的 來 你看它現場 脖子的溫度是33度 那現在這個現場這個萊卡 這個也是一鏡到底 來 觀眾朋友 你可以給它看一下 來 21度 直接減十幾度 對 所以當它躺在這個萊卡的床包上面的時候 瞬間溫度就會降下來 你是不是覺得你身體很鬆快 有 來 小小有嗎 有 非常舒服 它脖子的地方也會講到涼感 對 這邊也涼感 就算小小的腳跟的地方 對不對 有粗皮的話 我們媽媽的媽媽 那是我們阿嬤 他說那沒關係 不會掉下去了 都放心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平常如果說季節 天氣冷的時候 因為我們季節要轉換的時候 可能要換上冬天的 然後這個床包的話 收納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就這樣 對啊 就這麼簡單 所以收納很簡單 清洗也很簡單 你整個可以等去洗手機 裡面去洗 去蓋都沒關係 甚至有的觀眾朋友的話 甚至於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什麼 有的媽媽會想說 你這個床包很好 看起來不錯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買那個 進口的床墊 濾紙 一般我們台灣大概都要 29 30 淨光 進口的話35 36 對 加厚的怎麼辦 我如果說很古摩 他說要睡得比較厚的 穿點要怎麼樣 結果這個你看萊卡 它可以伸展到六倍 所以說你家裡進口的床包 不管你是台灣的 進口的 外國的夜量記者沒有比較延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不是因為床包加厚之後 你要加這個尺寸 是因為我們萊卡 這個彈性的延展性 對 伸展性 所以不管你什麼厚度 伸展性都可以把它包起來 都可以把它包覆起來 對 是沒有錯 太棒了 很棒耶 是 對啊 是 所以透氣性也有 舒適度也有了 痰性 親膚性也有了 親膚都有了 多了 而且又可以洗 隨時都可以洗 不要撐到三個月 一個月就把它洗一洗 這樣就把它洗一洗 是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解決你心中的煩惱呢 請具 無形之中 對我們的睡眠 是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真的 所以選擇舒適透氣的床包 讓你安穩好眠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睡好睡滿 不要再半夜熱醒了 這才能明天 充滿活力的去工作對不對 所以我們謝謝 請具達人彭哥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翹翹 歡迎收看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在台灣夏天的晚上 睡著睡著 就被熱醒了 而且我們為了我們的健康 都會去挑一張 符合我們的身形 還有支撐度的這個床墊 可是冬天睡還好 到夏天就會悶熱到不像話 躺上去沒多久 我就覺得 背後有一把火在燒 今天真的太熱了 走出去就直接流汗 但回到家 有時候我真的是很難 我連冷氣都沒有開 我就直接躺在床上 是啊 所以是不是睡著 就覺得說背後的汗 也都滲透到我們的床包 床墊下去了對不對 對 我說真的 這大家都有的問題 而且真的好睡的床墊 真是不便宜 畢竟我們人生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眠 那睡在哪 當然是床墊 可是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困擾 到底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呢 我們今天就請到 請居達人彭哥 來跟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歡迎彭哥 兩位體重量好 電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真的解決一下 夏天這樣睡著睡著 就覺得背後有火在燒 那到底該怎麼辦 而且聽說 不只床包床墊會髒掉以外 還會引發一些皮膚的困擾 跟問題是不是 對 尤其到夏天的時候 很多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可能都會看他們看新聞 有時候小朋友會長濕疹 長痕犯 對不對 甚至有人說 小孩人腳痠 雜刀會 雜刀會 所以很熱的時候怎麼辦 床墊非常的重要 是 對 最重要的問題 是不是如果我們常常流汗 出遊到這個床墊 床包 還會長蠻 對不對 塵蠻 好可怕 這也會造成我們皮膚上的 一些不舒服對不對 對 一旦長得塵蠻 想到剛剛靖門講的這樣 如果你的床墊長得塵蠻之後 怎麼辦 怎麼辦 可能就是丟掉了 妳有聽過 SPONGE床墊在洗的嗎 沒有 洗不了 可是一張也都要好幾萬 怎麼說丟就丟了 甚至上百萬的通通都有 所以說夏天到的時候 像過去的老人家 爸爸媽媽 可能天氣炎熱下來 你可能就把你家的什麼 草席 竹席 麻將席 都弄出來了 像現場我就帶了這個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阿嬤在用的 好懷念 對不對 是 收納起來這樣 它是很涼快沒有錯 對 可是你接觸它涼的時候 可是有時候像這樣 你會戳上 真的 而且很不好收納 它就騎起來了 而且還要刮到皮膚 對 所以都過時的東西 都過時了 拿本租車來拿去彈掉 這阿公會很心疼 對 反正阿公阿嬤會很心疼 可是那個真的睡得不好 甚至有媽媽比較進步一點 會去買這個 這個我小時候超喜歡 麻將席 可是這個睡完之後 整個臉全部都是麻將 真的 好像草肉網一樣 對 所以說真正我們的 Spoong我們家的床墊 到底要選擇哪一種的床墊 睡得才會真正的舒適 是 而且我有個問題 像這種的草席 竹席 是不是沒有彈性 對 所以睡久了以後 其實會腰痠被痛 沒錯 其實床墊像靜雯講的 一定要有彈性的 要有支撐性的 所以說床墊一定要什麼的彈性呢 來 冰涼床墊 對不對 它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它有C 加I加S的透氣刺激的結構 C就是什麼 只有一個屁股一樣 你睡在上面它會有舒適性 I的話是什麼 支撐 一定要把它支撐起來 舒適 支撐 還有呢 再來一個是什麼 透氣性 因為你的空氣 一定要在後面跑來跑去 才不會長濕疹 汗斑 塵蠻之類的 所以現場我也帶了透氣性的 冰涼床墊 跟觀眾朋友稍微分享一下 家裡的床墊 不管你是什麼廠牌的都好 而且床墊記著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軟 對 對不對 像如果說這個床墊的話 如果太硬的話 你有感覺嗎 你的骨頭放上去感覺就是 腰好痠 硬碰硬的感覺 是 那你如果說把這個冰涼床墊 把它擺上去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你看同樣是一顆鐵珠 你給它擺在上面 它會回彈 它會支撐 那剛剛講的它的設計結構 觀眾朋友你可以給它看一下 C型 這邊應該算是C型 是有耶 這樣子 你看它是有褲子的 真的耶 所以當你人躺在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把我們身上的熱氣排出去 彭哥我有個問題 是 你剛剛講到什麼C I X之法對不對 對 我也有買過跟你很像的 你看這也是很透氣 對不對 來 跟你們有什麼不同 這個差異就多了 這個不一樣就散了 你看看起來表面都是一樣的 可是重點來了 我們這個是鋪在床上面的 是 有時候小孩在上面吞 你看 這個會跑 它為什麼不會跑 對 這個隨便一推就這樣子 是啊 如果說在上面的時候 這個真的耶 那因為這個你看 它的設計結構跟一般不一樣 是 它有一顆一顆的這個 指滑 所以擺在床墊上面的話 床上的時候它不會跑 是 甚至你要做宜家的時候 可以當作宜家店 真的耶 小朋友要做遊戲的話 宜家店 我要挑戰彭哥 是 你剛剛提到的支撐力 這麼強 但是它這麼薄耶 對啊 對 現場呢 展示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釋壓法在上面 你看 它本身把它放在上面 它已經陷下去了 是 你壓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陷下去了 真的有壓下去 可是它還是可以打到百分之百 釋壓 是 那如果說你還在睡 那個竹洗麻將洗 沒有辦法做釋壓的話 你給它看一下 觀眾朋友 壓力表馬上就往上 對啊 是啊 你看 那是不是它表示說 睡在這個麻將洗上面 頂口口 你的骨頭是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放鬆的 對 沒有辦法放鬆 沒有辦法支撐的 所以你睡覺起來 你會 越累 對 沒錯 好 那彈性 你一定要好好的給我們看一下 它的彈性 對 講到這個彈性的話 現場叫眼界為平 現場準備前一陣子 對不對 前一陣子最昂貴的 珍貴的雞蛋 對 這一顆可能要怎麼幾顆 十顆是不是 這顆雞蛋的話 現場你看這一陣到底 你要找這一陣子 它會回彈 沒事耶 剛剛是真的回彈 你可以再放一次嗎 來 你看 它是真的彈起來纏到這麼高 來 放下去 真的 你看 它是真的可以彈很高 對 但是我懷疑這是假的雞蛋 對 我也極度懷疑 它這顆雞蛋是假的 可是這顆雞蛋 它沒有破 對不對 我一進到底 移到這個麻將洗 剛剛聽說過嘛 對不對 是 這個 它破了 所以這顆雞蛋是真的 還是假的 真的 是真的 對 真的 我觀眾朋友 真的破掉了 真的破掉了 真的太厲害了 好啦 你說得這麼神奇 所以說你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睡在一個 能夠 統統讓你的床墊上面升級 那我們一定要去睡一下 一定要睡 我想繼續躺 在睡一下之前 透氣性還沒做 是要透氣性 對啦 我們被你講到都好想去躺 就好想躺在上面 放鬆一下心情對不對 好 來 給我們看一下透氣性吧 現場這邊有乾冰 展示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熱水給它下氣 這麼厚 它會透氣嗎 你給它擺在上面 有沒有 觀眾朋友 有沒有很漂亮 而且它是馬上走多年 這樣冒出來耶 所以說你當你睡在上面的時候 如果說把這個板子 把它壓上去的時候 蓋上去的時候 來 從這個畫面會比較好清除 你看 所以說當你躺在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從旁邊 把你的熱氣排出去 真的 是不是 所以你說的那個什麼 X型的這個設計 C加I加S的設計 就讓你的熱氣可以排出去 加循環 是 一直達到微循環的效果 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會透氣啦 真的是透氣啦 好厲害喔 真的 當你睡在上面的話 就整個人身體會放鬆 好 鵬哥 你不要再阻擋我 我真的要去躺一下 我真的要好好躺一下了 是 正恩姐也要跟我一起躺嗎 你又要搶著躺了是不是 就要再繼續躺 好了 給你躺啦 氣死我了 感覺很舒服耶 很舒服 很軟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躺 那我也一起好了喔 而且這個 很軟對不對 我說真的 我現在這樣穿長褲 我都可以隔著長褲 去感受到這個很涼爽耶 對 因為它會吸收空氣中的冷 然後經過你 你腳踩那裡有一百塊嗎 摔出去了 好 你躺一下 它很冰耶 對啊 是 你有習慣開冷氣的人 建議開一兩個鐘頭把它關掉 因為六月一號開始起的話 電費都挑戰了 真的耶 好冰喔 而且來 你幫我們側躺一下 來 側躺 然後 對 真的可以感受到它的身形 是被這個床墊整個給包覆住 支撐著的感覺耶 而且這個床墊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是當你在側躺的時候 你旁邊如果說有人的話 他也感受不到 因為它的設計結構 它可以當然 像有個人手這樣扶起來的感覺 就是床墊界的獨立桶就對了 對 沒有錯 所以路上你家的床墊 全部都升級了 家中有小朋友啊 長輩 小資族的啊 住在學校 住在宿舍的 對 你就不怕說用久了 它變形脫線了對不對 不會 真的 太棒了 我們又可以支撐度 又可以彈性 又可以透氣 是 我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它好不好清洗 對 沒有錯 它收納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是 還有分 單人 雙人 加大的尺寸 是 像剛剛你講的 能不能怎樣 清洗 對 任何東西 像它小資族 自己住外面的 住外面的時候 記著這個水子都可以洗 你覺得髒的時候 長輪要洗一洗之後 你把它吊起來 又硬乾了 這麼快 那如果說你家裡 有洗衣機夠大的話 十五公升以上 用一個洗衣袋把它包起來 丟在洗衣機裡面 都可以積洗 都沒有問題 像喬喬都三個月 才換一次床墊 也可以嗎 可以 沒有問題 水龍頭沖一沖洗一洗 掉在陽台上面就硬乾了 對 沒有錯 非常好 清洗透氣 清膚 彈性支撐 涼感 一次到位又好收納 是 沒錯 真的是很感謝彭哥 介紹這麼好的好物 對 所以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解決你心中的煩惱呢 你還在苦惱半夜睡到熱醒 然後床單都是濕的嗎 我說真的 以後不用擔心了 不用換床墊 只要輕輕鋪上一層 涼感透氣的床墊 就可以讓你一整晚 清涼舒適的睡到天亮喔 所以我們感謝 請據達人彭哥的分享 謝謝 你知道床包也需要換季嗎 濕熱的天氣到來 晚上熱到睡不好 影響隔天的精氣神 真的好困擾 舒適透氣的萊卡材質床包 躺起來涼爽又輕膚 高密度編織不亦起毛球 酒睡不悶熱 讓你宛如躺在雲朵上 一覺好眠到天亮 悶熱的床墊 難道就只能丟掉換新的嗎 只要輕輕鋪上一層 透氣冰涼床墊 就能輕鬆解決困擾 符合人體工學的支撐結構 透過編織法 讓透氣度更好 吸濕排汗不悶熱 從裡到外 舒適涼爽 讓你擺脫夏季悶熱感 敬涼好眠 如果想知道更多好吃好用的 可以上好好聊日子的 YouTube頻道 以及官方粉絲團 也都會有相關資訊喔 沒錯 好康到小宝 千萬不要錯過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拜拜 其實啦 like